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日练习 认測学习很多你可以将更多爱带回生命的方法 你值得拥有爱 喜悦 以及生命要给你的所有美好的事物 你或许都会觉得做镜子练习有点蠢或者不自在 不要紧 我建议你每日着手做新练习的时候对自己要有耐心 改变可能很困难 也可能很容易 要记住 这是一段爱自己和接纳自己的旅程 要感谢自己付出的所有努力 你已经完成了很多目标 你见到镜子帮助你变得更容易察觉到自己讲的话 做的事 你正在学习放下对你无用的事物 你变得更容易察觉自我对话 仔细聆听自己所讲的说话 而且学习将它们转为正面肯定据 你都努力地将内在批判者转为粉丝 它会赞美你的努力 以及你对改变的投入 做得好好 你的内在小孩在过去的这个星期是两个课题的主角 你也很勇敢地面对和处理 给一个大风呼自己 将自己介绍给你的内在小孩 开始了解这个小家伙的感受 另外 你还找时间将这个孩子抱在怀中 让他知道他很安全 他是有人爱的 你夸出了爱自己的这一大步 不就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啊 完成头14天的课程之后 你发现自己的身体是怎样反映出你内在的想法和信念 你开始将注意力放在身体发出的信息 开始以身体所需 充满爱的营养物 鼓励性的想法和正面肯定据去营养身体 另外 你也会注意到 表达出自己真正的感受和情绪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就算是负面情绪也是一样 你还要恭喜自己 努力练习释放对他人的愤怒 这个是非常有疗愈作用的经历 绝对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 以直游观察自身恐惧 而且在做镜子练习的时候处理它们 你学会了这个星期非常重要的一课 你不是你的恐惧 恐惧只是你的心智设下的限制 在爱和恐惧之间 你永远有选择 你这个星期也一直在练习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则 你展开一日的方式 往往就是你过日子的方式 我很高兴知道你努力以充满爱的想法开始新的一日 这样为你跟着来美好的一整日 设定了正面基调 看到你在十四日里学会了多少东西 继续给自己鼓励 完成镜子练习带来这个新的体验 要知道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陪着你 请说这句肯定句 世界 我在这里 闯开来接受镜子练习 正在教我所有美好的事物 第十四天的镜子练习 一 找一张你小时候真的觉得很快乐的时候拍的照片 或者是在你的生日派对拍的 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做某件事的时候拍的 又或者是去某个你很喜欢的地方玩的时候拍的 二 将这张照片贴在浴室的镜子上 三 和照片里生气勃勃的快乐小孩说话 告诉这个孩子你多想再次拥有这样的感觉 和内在小孩讨论你的真实感受 以及是什么阻止你前进 四 对自己说这些肯定句 我愿意放下所有的恐惧 我很安全 我爱我的内在小孩 我爱你 我很快乐 我很满足 而且我是被爱的 五 重复这些肯定句十次 第十四天的记录练习 一 拿出日记 回到你第七日做的练习 二 读一读你那天做完镜子练习之后写下的感觉 和观察到的事 三 是新的一页写下你今天做完第二个星期的镜子练习之后 有什么感觉 观察到什么 镜子练习是否变得容易了 看着镜子的时候 你是否觉得比较自在了 四 写下你在镜子练习中做得最成功的部分 接着写下你碰到最多麻烦的部分 五 创造一个新的镜子练习和肯定句 帮助你克服遭遇阻碍的那些地方 第十四天的心灵信息 我愿意只看着自己的伟大之处 选择从心智和人生中消除所有负面 破坏性和恐惧的概念和想法 不再去听 去成为有害思想或者对话的那一部分 今天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因为你拒绝相信自己会被伤害 你拒绝让自己沉溺在破坏性的情绪里面 无论那些情绪看起来是多么情有可原 你超越任何试图让你生气或者怕的事 破坏性的想法完全无法影响你 你只是想 只是说你希望在生命中创造的事物 你完全可以升任你必须去做的事 你和创造你的力量是一体的 你很安全 你的世界里面一切安好 第十四天的静心 感受你的力量 将开双臂 用爱来欢迎这个新的一日 去感受自己的力量 感受你呼吸的力量 感受你声音的力量 感受你爱的力量 感受你宽恕的力量 感受你的改变意愿的力量 你很漂亮 你是个神星伟大的存有 你值得所有的美好 不是一些美好 是所有美好 去感受自己的力量 而且与他和平共存 因为你很安全 感受 感受你感受的力量 感受你感受的力量 再来感受一下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